绝对的够上酥脆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炸小猪肉 来 用心做好菜 吃出健康来 看一下啊 把这个葱 切成不规则的刺 速度要快 将切上10克 随便切 不规则的刺 放到碗里 做一个葱姜汁 这些盐 缩10下 滑了 能出来汁了 但不是很多 这样就行了 再加上 15克的黄酒 这个葱姜汁 就做好了 再腌那个5-6分钟 这个肉呢 是叫霉肉 片成大片 筋膜里夹杂的油花 入口吃的就是一句话 香 这个和东北的干杂肉段 非常相似 这个厚度呢 一公分厚 切成段 刀 刀搭点斜 这样 这就是标准 看好啊 这回的汤汁可都出来了 连黄酒 再葱姜汁 这么一做 可以了 少加一点点盐 少许点酱油 盐 味精 喜欢放点 比较浓的 那个花椒嘴 放一会儿 没有呢 你就放花椒面 或者呢 十三香 老式就这花椒面 没有别的 刷拌 一分钟 然后腌制十分钟 效果才加 一会儿见 肉呢 腌尾的时间够了 现在看我调这个 糊 二两半 红薯粉 加上水 一勺 两勺 三勺 四勺 二两水 加上油 25克的油 35克 这个油 再看 往里加面粉 为什么叫小酥油 根据这个胡来命名的 里面要加蛋黄 或者呢 加蛋清 或者加全蛋 各地区的做法不同 我这个不加 现在看看啊 现在这个程度 绝对是干 干也要放里啊 因为这个 肉里面有这个 汁水啊 先拌一下 看看怎么样 略微干 那么一点点 加上这些汁水 就这些 基本上差不多 这个程度就行 变哩哩啦啦的 沾 沾点水 看一下这温度怎么样 这样就可以 看看 下锅能飘起来 挂这个壶 看不着这个肉 就位标准 别着急 去搅动 看一下啊 现在炸了两分钟 还没有炸好 但现在拿出来 敲打一下 这就行了 好了 来 看 直接这样往里下 两锅 合在一块 换一下勺 敲打一下 炸至金黄醋 炸至金黄醋 油味剑 需要两分钟 两分钟 时间到了 但呢 颜色没有上来 里面肉熟了 听声音 里面的汁水出来了 马上捞出来 别让里面这个水分丢失 这样的话呢 要保持 外焦脆 比中嫩 干香适口就对了 现在多说这七成热 看个下锅 你现在看 炸至一分半周 一会儿见啊 朋友们看一下啊 时间到 色泽金黄 露露的地方 叫扫红色 近一点看行 特写 好了 毕竟油分 就可以装盆了 绝对的 够上 酥脆 听一下这声音啊 入口 酥脆 今天这道经典老菜 炸小酥肉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